这春天的海带又鲜又嫩 今天咱们就用春天的海带叫老铁做一道凉饭海带绳 这个就是咱们家春天捕捞上来的仙电源海带 里面的盐呢一点都不多 只是为了保鲜 这个海带提前用清水给它泡20分钟啊 把盐分给它泡蛋 泡蛋之后把海带给它切成细绳 再准备一根大虫 然后咱们给它切成细绳 再切成一些橡菜段 这个海带绳是海产品 所以咱们给它焯下水 吃得更放心 开水下锅给它焯水三分钟 然后把海带绳烙出去 迅速的用凉水给它投凉 家们咱们开水这个海带吧 又鲜又嫩 所以在焯水的时候记住 千万不要焯时间太长了 三分钟左右就可以 视频落到这 能给小朋友来个双季吗 只有炒屏幕点凉下去就行 小朋友多大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把海带绳控干水分 加上九十九点芝麻 再放一些蒜末 多放一些干辣椒结 半勺热油给它大出香味 味极鲜酱油加半勺 再加多半勺的陈醋 少许的白糖 再加一点青年 再加少许的香油 然后给它拌匀 我可忘放配料了 凉拌海带绳放葱绳香菜段 那是真香啊 就这小海带绳 配上两面小啤酒 高顶能把皮鞋给你喝酒咯